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我们接着昨天所讲的这个摄法 即是空的这个部分来看 那我们还是要先看巴士作用的这个表 大概在修行中啊 我们说生命改造的工程啊 就是这一个工程啊 它的整个工程大概离不开 这个工程图 我们的生命改造的两个标的啊 就是把虚犯的生命啊 转化为真实的生命 那这个是一个啊 基本的目标 假如你一直要从这里下手啊 大概你不容易找到你的目标 因为那是终极的 而我们真正要进行的整个工程啊 是在这里面 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提的就是摄 摄法你要怎么转化的问题 那昨天我们跟各位提到啊 你心理上的摄法这个摄性自空的部分啊 你必须要能够转化成啊 实相的摄性自空 不是心理上的摄性自空 那么为了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 那你就必须要具备一些叛逆的性格 要不然啊你会走不出去 你要是一个真正乖儿子的话 这个法门你不好修 因为你始终啊 就在那个死胡同里走不出去 那你要是具有一些叛逆的性格啊 愿意用啊新的角度 新的立场重新来看待 这个生命是什么的话 那这个法门你就好修了 那你假如啊不是这种性格的人 乖儿子乖女儿 所谓乖乖牌好好先生的 这一种状况的话 那你修行上就 在这里会碰到走不出去的状况 那就不能用这个法门 不能用这个法门 不能用色性自空的这个部分 那你要用什么呢 那其他法门都可以用 其他法门都可以用 那我们现在在跟各位讲 除了这一个部分以外啊 这色法其实是其中之一 我这没有孙悟空的手啊 你们就自己看 这个色法后面啊 受想形式啊 这个部分啊 假如你也有一些叛逆性格啊 这个法门来修啊 是很快 很快 但是啊 假如没有这种性格啊 这个地方啊 也可以修 也可以修 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 这个受想形式本身啊 是心理上的一种作用 但是这种心理作用啊 非常的围观 非常围观 围观到啊 那我们一般人啊 都看不到 都看不到 所以很多人在修这个法门的时候 根本是在修养 而不是修行 我们跟各位讲 这个部分啊 他为什么是修养啊 因为你是从意面上面去修 而不是在柱里头的想上面修 这个地方这个想啊 加个圈圈啊 跟受想形式的想不一样 他是从广义来讲的 受想形式的想是狭义的 他是啊 这个从 从 第六式到第七式 第七式到第八式的过程 叫做想 从第八式到第七式 第七式到第六式的过程啊 那叫做形 这个综合啊 的作用啊 我们叫做式 这个区别出来了 受是指啊 第六意识啊 加入 去分辨 前六式啊 的种种状况的时候叫做受 那这个昨天啊 我们也大概这样跟各位谈过啦 这个 这个定义已经很明确了 那 我跟各位讲 历史上在定义这个部分啊 没有我们这么明确 很多人讲 他们讲法你可能会看到 跟我们不一样 你不能够说他错 就像他也不能说我们错一样 因为他讲的是跟我们讲的 那个 所用的词句啊 完全不同 那内容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讲 它的标的啊 是很清楚 也就是啊 当六根接触六层境界啊 由心产生念的时候 念 一具体显像 像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像啊 加入你的意识判断 是好是坏的时候 那就是 瘦 就是瘦 你看到一个人 好漂亮喔 瘦 瘦已经起作用 只是他起作用以后啊 经过想行事的这个部分啊 你没感觉到 然后呢你就移到啊 作用上面去了 心念的作用啊 就是变异 变异以后啊 他就消失了 只是那一念消失了 其实呢 那一个人很漂亮 他已经在你的阿赖耶斯里头 停住了 停在阿赖耶斯里面 当他停在阿赖耶斯里面呢 他就已经成为 记忆里面的一个影像 将来啊 你就从这个地方啊 去做比较 这个就是啊 纯粹心理作用的地方 现在我们第一个要跟各位讲啊 受想行事 亦富如是 跟各位讲 从修行上来看喔 那就不是亦富如是啦 从色雷修啊 那只是像的部分啊 从受想行事来修啊 是在想上面 像跟想啊 有差别喔 像啊 你所存在的像是 那一个心理 状态的像 现在想 是那个像啊 在心理起作用的像 所以才有叫做想 你从文字上啊 去了解这个部分 去了解这个部分 假如我们要把这一套 思维啊 带到啊 英文的世界里啊 那这里头啊 英文要重新造字啊 要重新造字 在这个地方 原始的 原始的啊 这个 范文啊 印度文里头 它的意义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至少现在啊 在中文里头啊 这个部分已经表达的很清楚 因为在维世的本身里头啊 它本来就有一定的逻辑跟程序 就有一定的逻辑跟程序 那么中文的系统啊 我们看到在这里非常方便 现在我们要先跟各位讲的 像跟想之间的差异 你要弄清楚 像啊 是心理中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它跟心还没连结在一起 你把它说色性至空的时候 那是心理上的一种像的空 现在呢 我们把它移到啊 第六意识再加进去 像里头的那个心理状态 叫做瘦 你知道吗 这个心理状态叫做瘦啊 假如这个瘦当中 再把心加上去叫什么 叫什么 叫做爱 有没有看到 瘦上面加一个心 叫什么 不是叫做爱吗 要不要写给大家看 你看 爱那个像在你的心就浮现了 有没有 那不要看板子啦 看你的心就知道了 有没有 那个像就出现了 就出现了 所以你不要看啊 爱里面有个心啊 没有心叫做瘦啊 对不对 那假如不爱的话呢 不爱叫可恶啊 所以爱物啊 有没有 就在这里产生了 物里面也有一个心啊 有没有 真也是一个心啊 对不对 讨厌嘛 那个爱物之心啊 就从这里来的 因为 中国人看字 看字就能修行啦 就能修行啦 你现在去留意到 它那里面的维系在哪里 我们就是从来没有看心 你没有看心 心怎么起 怎么作用 你都不知道 现在呢 这个像啊 在心上面 那么要起作用的时候 心怎么挂到像上面去 那就第六意识的作用啦 你看佛教讲得多清楚啊 对不对 心的作用加进去啦 你的第六意识一起作用啊 那个像就有爱物 就产生了 瘦了以后 这个瘦了以后 他还分得很清楚 你 他只有瘦 为什么没有爱呢 因为他还没有经过 第七第八意识的作用 瘦只是第六意识灌进去 我要分别他 把它弄清楚这样而已 要怎么弄清楚呢 要经过莫纳士啊 的作用 跟阿赖耶士之间 所以从 第六意识 捕捉分别的时候啊 第七意识啊 就传送到阿赖耶士里头 去验证 有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一验证以后啊 说有或没有 没有的话一片茫染再走过来 有的话马上可以确定 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再带回来 那就从第六到第七 第八这个地方叫想 那从第八走到第七 第六这个地方呢 那叫行 行以后他会做一个结论 做一个结论 其实啊 那个第七意识 把第六意识捕捉来的东西 送到第八意识以后 第八意识已经怎么样 存档了 存档再给予反应 反应以后啊 第七意识再送出来 告诉第六意识 这个东西叫做爱 叫好 叫花好 嗯 他假如说 不好 这花都烂了 放那么久了 还不换 这个叫悟 对不对 他会分辨出来 这花好不好呢 那么第六意识啊 马上把这个答案 告诉 表达出来 这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 第六意识修行的时候 他就成为妙观察制 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第六意识能够分辨 是经过第七 第八 再从第八走出来的时候 因为跟他原始的东西相吻合 吻合 吻合以后说是好不好 是第八意识这边做结论出来的 所以第六意识啊 只是把那个答案拿出来公布而已 只是公布而已 分别啊 我们看的是他在捕捉 也是他在做结论 那只是向上的部分 真正的是他经过七八四转过来 转一圈过来的 那你现在呢 从第六意识下去修 叫做受 从第七意识下去修 这个从第七走进去的这一条路修 叫做行 从这当中走出来的 从第六地七地八走进去叫想 从八七六走出来的叫行 那你看看从这个地方来做修行 那么这个部分啊 纯粹是心理现象 心理现象 要看到这个地方啊 叫做维细制 很维细的 那这个时候啊 古代不像现在 有电脑可以看 古代要看电脑啊 只好端坐如山 一直向内看 看这一个影子怎么来的 六层境界现前的时候 六根怎么去去迎接 怎么迎接的这个状况 所以每一个修行者 每一个修行者 你一定要记得 都是拿自己的生命 在实践 都是拿自己的生命 在体验 都是拿自己的生命 去实践啊 去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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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面对啊 那未知的境界 你不要什么都已经知道 什么都已经知道 叫臭屁 没有那种事 修行都是脉向未知的 脉向未知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 这种生命体验的教育 也是一样 为什么要你去体验 你都不要老是想你自己的 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知识一丰富 物质一发展起来啊 大家都看残堂布置好不好 道场庄严不庄严 道场庄严又不是你庄严 对不对 残堂布置很庄严又不是你庄严 你要怎么庄严啊 这才是重点啊 那自己要庄严就自己要去体验 自己要去尝试那未知的领域 未知的境界 你去留意看看 在我们内心深处啊 你自己啊 的惯性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啊 他有一套模式在走啊 可是你都不知道啊 现在你透过残座 一步一步走入 一步一步去解析 你自己的心理状态是怎么运作的 我跟各位讲 所讲的这些啊 也不是人家告诉我的 谁告诉我啊 你都没听过啊 我听谁讲啊 完全是自己在实践中啊 你去把它体验出来 透过你自己的实践你去体验 我体验以后 我的表达是这个样子 那各位 你自己的体验 用你自己的语言表达 不一定跟我一样 你假如做了以后啊 对对对 都是海云讲的这一套系统 那将来叫做海云系统 对不对 那不对啦 你假如啊 是按照我讲的这样子 去体验出来的那个东西啊 那叫一样化俘虏 不叫成就 那是知识 你又走入惯性了 你又从我这里学的是那个方法 我现在只是告诉你 有那么样的一个状况 就像这个地图一样 然后你去走了以后啊 是这样没有错 有你自己的感受 你的语言表达出来 应该跟我的是不一样的 应该是不一样 要用你自己的语言表达 不是用我的语言表达 就像我们学插花一样 老师插一朵花 我也插一朵花 结果老师插红花 我永远那里只能红花 对不对 你不能换别的花吗 你说不行老师都插红花 所以我就一定插红花 你那个叫头壳坏掉 我是学老师插花的方法 他是怎么表达他的情境 他是怎么表达那个美感 把那个生命力 他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好了那换我 我就用我的方法去表达他的 生命的情境跟生命的美感嘛 那我不一定要跟他差一样啊 可是他的表达方法 可以透过我的方法 再重新把它表达出来 那就对了 现在你也是一样 我这个方法交给你 那你用这个方法去训练 训练成功以后 你表现出来的生命花朵啊 跟我讲的不会完全一样的 怎么会一样呢 你住在高雄我住在宜蘭啊 对不对 我那边七十二变才变到这里来 你变七十二变才变在这里 你根本没有变出去嘛 对不对 你这怎么 车半变你应该变在半变去 不是变在这里啊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啊 透过你的力念 透过你的实践 你所兑现的 不会一样 我从那里啊 走的三天三夜到这里 那你从这里走的三天三夜 还在这里 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走 你根本没走嘛 所以你走的三天三夜 应该到我那里去才对啊 不是在这里啊 是不是这样 你留意看看 所以心理的改造过程当中啊 你所要捕捉的是什么 你要注意到那个 那个程式给你啊 你运用以后啊 那你可以改写程式 所以才有无量无边的法门啊 你弄了老半天啊 老是用我这个方法 那就证明你不对啦 很多同修啊 来讲啊 师傅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一想你什么时候 听过我讲什么什么是吗 是啊 结果他不敢照我讲的那样讲 他自己去讲了一套 那其实就把那一天 听我讲的那一套 他回家去模拟一下 弄出一个 其实东西是同一个 不是 你不要模拟语言 你要模拟生命的情境 然后在生命的情境中 去兑现他 你不要从向上来看 不要从向上来看 向上来看 你看那个 男拳斩猫 那你现在也就要养一只猫 哪一天啊 两个同修打架 那你就斩猫给他看 他叫男拳斩猫 因为我住在高雄也是男啊 名字叫犬所以也叫男拳 是这样吗 那你到最后 每一个要开悟的人 都要抓一只猫来替死啊 不是学这些啊 不是学这些 我们要看得到 这是修行的一个要领 那现在呢 我们从受想形式上来看 这个我们一起讲啦 我不再分开讲 分开讲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每一个法门 每一个法门啊 都要这样仔细讲啊 我们是一节课要 要讲两个法门啦 不然41个讲不完啦 那现在讲的三节课 一个还没讲完 不过我是跟你区别出来 它里面的内容是不太一样 那你用心的方法是一样 现在我们来看喔 洗剑菩萨的这个记 像这种文啊 一看啊 你就照着这样背啊 去做啊 都很容易犯错 很容易犯错 你看他讲喔 色色空为二 色即是空 非色灭空 色性之空 这个部分呢 我们昨天跟各位讲过 第一段你就很容易弄错 那么第二段讲 如是啊 受想形式 色空为二 色即是空 非是灭空 色性之空 于其中而通达者 是为入不傲法门 这个地方第二段讲啊 这个色空为二 色即是空 非色灭空 色性之空 这个部分跟前面啊 这个色即是空 非色灭空 色性之空啊 意思一样 你很容易啊 犯同样的错 这一点我们就不讲了 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讲的是 受想形式 亦复如是的这个部分啊 其实受想形式跟色 是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一点你要先弄出来啊 在修行当中啊 因为易经的人啊 易经的人啊 未必是真正这个法门的始见者 而这个经法的本身啊 他的刑法 是那个刑者所印证出来的法门 那么透过人家翻译本身啊 他就容易犯错 各位在看我们那些书籍里头 你就会发现到 你只要把男录音带下去对 你就会发现哦 那个笔译啊 听了以后写下来的人 很多都写错了 都写错了 他听了没了 用自己的生意就把它做下去了 就做过了 本来每个月我们要出一本书啊 这几个月全部停下来 就是那郑师兄一看啊 不对啊这个通通写错了 他现在啊为了要重写啊 因为这些我们这些宝贝的孩子们乱写啊 他只好啊很辛苦的在重写啊 那整个被耽误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不要以为哦 你自己看自己想啊 这易经也一样 我们尽信书啊不如无书啊 经法告诉我们的 他在讲什么 你要看清楚啊 不然你一定会被骗 这易经的人啊 不是刑法的人 经啊 我们跟各位讲过啊 这是法界的一种 本来存在的现象 你不必怪谁 世尊啊 在菩提树下所正道的境界啊 他用语言表达出来 就有一层偏差 知道吗 那焦距啊 就像你透过照相机来照啊 照得再正确 都有一点偏差 因为相片照出来啊 鼻子不可能突出来 鼻子还是平的啊 对不对 那怎么样子能够 符合原来的状况 那就把鼻子突出来嘛 可是哪一张照片说 鼻子刚好突出来的 没有啦 没有啦 所以你说照得再好 他还是有误差 不是没有误差 佛陀把他自己的内心境界 再怎么讲啊 我们听的人就是有误差 就是有误差 这是第一个误差 第二个误差 他讲了以后 人家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的人跟他讲的之间 又有误差 这个叫经 这已经两个误差 这已经两个误差了 那么这个经本啊 从这个地方 翻译到那个地方啊 又有误差 透过翻译啊 这个文化背景啊 不同的语言 它的内涵呢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这个误差 这个误差 你要怎么弥补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说 译经啊 不同于译书 翻译书籍啊 跟翻译经典不一样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 那你不能体会的话 那你拿来对照一定错 所以翻译经典 不是你一个人翻译的问题 要从各方面来考虑 从各方面来考虑 我们从印度那边 翻过来的时候 有一句话我常讲 他们叫夏潮 夏天的这种海潮啊 就到夏天的时候 印度那边常常下大雨 所以叫夏潮 我们这边不能叫夏潮 我们要叫春雨 春天啊 这个夏大雨啊 有没有 它是形容的那种境界 它都明明下 那你为什么翻成春 假如不翻成春的 翻成夏的话 我们根本体会不到 你知道吗 所以在翻译的时候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 尤其有很多语言文字里头啊 它含有多层意义 那么这个字在那个地方 他们在用的多层意义 是往左边偏的 我们这边的多层意义 是往右边偏的时候啊 那这个字就不能用了 不能用了 因为它所要表达的情境啊 不对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它就要重新再来过 好啦 这个是个关键 这是个关键 其实我们所面对到的问题也一样 当一个易经家 他稍微没注意的时候啊 那你心路历程 你心灵改造的心路历程 没有留意的时候 那你就弄错了 弄错了 好啦 易经家一弄错 再加上解经家 解经就写论了人啊 他要是没有真正啊 脚踏实地的下去实践的话 他弄出来又错了 又想当然耳的 这种诠释 那这一解释啊 那就错得很离谱 所以为什么会从正法到向法 向法到末法 原因也在这个地方 随着时代啊 越久远啊 那他的这种偏差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即使我们同样的文字 在不同的时空里啊 他都起着不同的作用 那你在看呢 你看看我们讲那 性念想的问题 那古代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你一看就知道了 现在在看这个字 你就不知道了 因为你用惯了 太熟练了 你已经当作一般的词汇 可是在当时在讲这些词汇的时候 意义是不同的 我们前面跟各位讲 有为无为的时候 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 现在我们也要留意到这一点 在这里啊 你不要弄错 他在这个图表上面呢 告诉我们 他不是像的部分 是想的部分 也就是啊 像在心上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修行的结构上来讲啊 在我们的生命活动的旅程当中来讲啊 虽然都是住 生住易命的住这个范围里头 但是 你修设法的时候是在前半段 你修受的时候 在中间那一点 修想行事的时候 在后面那个部分 前六四的部分是修想 设法 第六意识的部分是修受 那你要懂得第六意识是怎么作用 七八四啊 就是说想行事的部分呢 是六七八八六七 这个关系来修的 所以 基本上修五蕴啊 通通在住 心念的存在这个地方啊 但是他有这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的不同 那你能够异父如是吗 我告诉你五蕴都不如是啊 你看想的话是怎么修的 行的话是怎么修的 事的话是怎么修的 那么各位 你看很多书籍 书籍里头所讲的 都是异父如是 你看过的 我也看过 你认为是这样 就像我当初也认为是这样 可是我们真正实践以后 我们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也就是写 写注解的人啊 他自己想当然而 自己想当然而 我们不讲是谁啊 你去看书就知道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就是要透过实践 你假如透过啊 语言文字啊 去做合理的推理啊 那就会产生那种现象 好 那么喜见菩萨这里的结论说 于其中通达者 事为入不二法门 其实啊 不一定从这五蕴来啦 你从设法 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他这个地方啊 我们看到心经里面讲 这个事故 空中无事 无受想行事 为什么要一个一个讲 就告诉我们啊 他的基本修法是这样 就像呢 那个虚幻人生跟真实人生的 这个图里头讲 首先是摄例子 摄不亦空 空不亦摄 摄即是空 空即是摄 这个是一个标的 就好像啊 这个假想人生啊 跟真实人生的 这两个区别 你在虚幻人生的这边 从记忆基础 透过合理的推理到气球的目标 我们说这是错的 那么对的呢 你应该是定位 把基础设在定位上面 透过定位进行修行 然后到达智慧的目标 这只是讲这个样子而已 内容并没有讲 内容他就讲啊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昧 这个 不够不敬 不争不减 从这个地方来讲 那么修行 分着体相用 来讲 那就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事故啊 空中无色 这个地方就 实际修行的部分 就比这个 不生不昧 不争不减 不静的地方啊 他来的什么 更具体跟更维系 这个区别啊 你要弄清楚啊 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 从这个 事实依法中来 告诉你怎么修的 告诉你怎么修的 不是讲原则性的问题 好 我们发现 绝大部分的 在这一个实践的 轨迹上面啊 全部 都落空 全部都落空 现在台湾有 将近二十所佛学院 大概包括 法研佛学院 一共有二十个 不过我们是上一天课 停一年 因为有佛学院的名字 没有佛学院的基地啊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认真跟你交啊 我们很希望在高雄有一个基地 这个问题在哪里啊 全部把这行法的部分给落空了 没有办法实践 佛法 佛法这么维系的东西啊 古代的 古代的行者啊 他们已经很用功了 我们实在无法再苛责 无法再苛责 无法再苛责 我们现在啊 有这么大的福报 有这么多的 这种工具跟理论可以用 我们有责任把它架设起来 我们同样可以回复到佛陀的时代 我们同样可以啊 在正法时代来修行 跟各位讲 我们回到佛陀的时代啊 依照佛陀的足迹啊 来修行啊 绝对有可能 想衰想衰 想衰国语怎么讲 最衰的啊 也有正法 也有正法 你现在啊 我们有这么丰富的资源 跟资粮可知运用 熬不去运用 一直要停在 那个 受想行事亦复如是啊 那不争不减啊 不够不净啊 不生不昧啊 一直要在那边绕啊 绝对不能成就 因为那已经是 一个总体的部分了 现在我们要的不是 总体的那部分 是个别的法 你常常讲说 师傅你看我修什么法 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问过 我在跟你讲 那你就修色法 蛤 色法怎么修啊 怎么修啊 修五蕴皆空 好 五蕴皆空 回去就一直背信经 五蕴皆空 不是 那个下手处 那个顶 要怎么切进去 这个地方啊 不止北传佛教 藏传南传 通通没办法传 通通没办法传 现在我们可以啊 我们可以告诉你 你真正实践过的人 只要你受过现代的 这种知识教育啊 这些工具都可以拿来用 都可以拿来用 光是这个部分 我们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设想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那么受想形式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这已经交代得很清楚 我跟各位讲啊 往后五百年啊 这个理论啊 你们可以无限发挥 可以无限发挥 你不要以为说以前没人讲啊 以前他们讲太多了 你要引经据典的印证啊 你到经论堆里头去找 去找 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是我们提醒给各位啊 说在修行这个部分啊 你应该啊 朝这个方向来讲 这是喜见菩萨所说的 那五蕴 这个 这个不傲法门是 维摩吉经34个不傲法门当中的一个 那么这个部分 我跟他取名字叫做 蕴性空门 五蕴的蕴性啊 色受想形式色性啊 乃至色性 性空的 这样的一个法门 他的修行方式 我讲完了 剩下是你要修 哦 我们假如自己不修的话 我再怎么讲都没有 那么这当中啊 五个啊 你只要一个通达 就进入那个部分的不傲法门 这个 因为我们不是讲34不傲门啊 所以这里面啊 有跟其他相通的地方啊 我不再跟各位做这方面的比较 现在我们 再看第二个部分 到这里 是 一个段落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要讲 五圆熬鼻舌身翼的这个部分 要讲这个部分啊 我们 要先跟各位讲 这是 六根的破法 六根破法跟六四破法 不一样 跟六成的破法也不懂 不同 这个不同我想有一个要跟各位 各位提一下 那个 前面破四十一法分七列 那有跟各位讲过了 讲过了 我们就直接讲六根的破法 好 六根的破法 破根啊 首在之六根的这种空意 所以呢 它有啊 处非处的这个善巧字 这个 我们讲运处戒 戒啊是六四 六四啦 运处戒 元旗 那我们通常这个处啊 讲的就是六根 六根啊在这个 这个 这是华言经第三十九参啊 大愿精尽力守护一切众生光明主夜神啊 这个地方 所 所提出来的 我们给各位啊 做 做一个比较 这经典喔 虽然处处不同喔 那个理论啊都差不多 看这个地方啊 这个 这个善才同志啊 问大愿精尽力守护一切众生主夜神 我们谈到这个 这个我们还上一次讲讲课才讲过啊 讲到 这个地方修智慧啊 是怎么修的 我们跟各位讲过 布施 持戒 忍入啊 是修福 精进啊 有修慧跟修福的两个不同 那么修慧怎么修呢 他谈到这个地方 处非处善巧 能知四地善不善法 黑白猪叶 维系观察 这四个部分 那么我在这里啊 给你做一个比较啊 就补充啦 处非处善巧啊 处也就是六根的扩大跟运用 不然他讲根就好了 他叫处 第二个呢 能知四地的善不善法呢 那就是四圣地的围观 这黑白猪叶是向上的精进法 这维系观察是用上的精进跟深入 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详细的讲啊 是附在各种修法里面啊 在一步一部分啊 一步一步跟各位讲啊 这个是从 善才同志五十三餐当中 第三十九餐的 这个守护一切众生主业神啊 所提出来的 那么他讲这个部分啊 为什么讲运 处 戒 元旗跟善巧 这个就从智慧层面的运用上来讲 各位假如要培养你自己的善根 那你就从这个地方 你要是不懂得这些到底在讲什么 什么叫做运 什么叫做处 什么叫做戒 什么叫做元旗 什么叫做善巧 不知道 那你从这里提怡情切入 跟各位讲 佛法也好 生命也好 我们都是非常的迷惑 我们都不知道 你只有啊 你只有啊 提着怡情走进去 你才能够啊 找到你生命的原点 哦 跟各位提一下 从小啊 可能也因为是长孙的关系 我自己啊 阿嬷 阿嬷 妈妈 就一直跟我补 这要保 这要吃 这要保 这要吃 我也不知道在保什么 反正拿来就退了 那 家乡的老人家 也很照顾 你要注意什么 你要注意什么 自己总是觉得莫名其妙 难道自己的身体不照顾吗 基本上来讲啊 我是很留意的 但是呢 你的照顾跟留意啊 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你不知道身体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身体是什么 人家说这个不好 你就这个不好 人家说那个好 你就那个好 那都是知识 意识的东西 你对身体根本没有认知 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 我记得小时候 大概啊 细菌会传染病的这种观念 刚传进来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 就有人啊 全身都包起来 戴口罩 戴眼镜 通通封着 都不跟人家来往 就为什么 因为怕细菌感染 结果不到两年 那个人就死了 我在宜安寺里头 就发生这种情况 这种人啊 是属于啊 贵族 什么贵族呢 因为他有这种资讯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在那个三四十年前 能有这种资讯的人 不简单啊 他不知道啊 是从收音机上听的 还是什么报纸听的 我们那时候的报纸 也差不多 都是晚一个礼拜以后 才有消息到的 的那种新闻啊 那么那个时代啊 他就能够做到这种情况 你想他对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生命 他不照顾吗 但是我告诉你 他那种状况 对身体的认知啊 根本跟身体都无关 他只是大脑在作用 跟身体连不上关系 结果啊 他死了以后 那时候我记得我刚读初中 大家都在讨论 他是用什么洗澡 你知道吗 他用酒精洗澡 全身都擦过 就是说用酒精消毒 结果啊皮肤上面啊 应有的那保护网啊 本来有一种细菌 会保护我们自己的 也是酒精通通把他杀死了 他最后是缺少免疫力死亡 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可以想象得到 你对身体的认识够吗 我也一直注意啊 可是我就不知道 从哪里注意去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 到底身体是什么 要补的到底要补什么 我不知道 一直到被医生判定 剩下三个礼拜 我说我公务人员 可以请假一年 他笑死人 你后来就能出山 要再请一年 那个时候啊 你自己才感受到说 生命原来是什么 你说生命是听人家指挥的吗 他说叫我三个礼拜后 要死 我实在很生气啊 我就不死给你看 那个时候你才感受到 我的生命是存在的 我不要活在你的指挥之下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不能喝水喝太多 不能这个不能那个 我有些地方还是中毒啦 他叫我不要喝牛奶 害我已经十五六年没有喝牛奶了 因为他说不能喝我就不敢喝啊 不过他叫我不能喝茶 我说要死也要死当水鬼 不能不喝茶 这一点突破啦 牛奶对身体有不好吗 我不知道 那茶对身体到底什么不好 我实在不相信 那茶一喝啊病好啦 我再回去给他看说 奇怪你是吃什么鲜丹好的 我说喝茶 他笑一笑 茶不要喝太多 可见他还不相信嘛 就这个原因啊 你对生命要怎么认知啊 只有你在那种情境之下 你去认知才有可能 不然你不可能认知 对一个色身都这个样的 对于那么维系的生命是什么 你根本体会不到 所以你想要认识自己的生命 到底是什么 你要从这个地方带移情进去 带移情进去 运是五运没有错 可是运啊绝对超越五运 超越五运不只是五运 五运只是讲五个 就我们刚才讲那 受想形式 是简单划分是这个样子 那个你知道受想形式 那第六第七第八意识当中 要怎么变化吗 我只是这样很笼统的讲过去啊 你不要以为只有这样啊 你必须自己走进去以后 你才会发现 譬如说莫娜是这个东西 莫娜是要怎么定义啊 你根本没有办法定义啊 因为它里面的作用啊 功能啊 它所发挥的那种现象相当多 绝对不是传输啦 捕捉啦 运送啦 这样而已 那只是我很笼统的 把那种感受这样讲一下 那换你的话 可能你就不是了 你假如不从这边讲 从另外一个理论的立场来讲 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你要用的词汇是什么 跟我的词汇绝对不同 那就是你的立场 你的生命 你的性德 来做的表达 所以运啊 不止受想行事 不止 不止色受想行事 不止这五个 处呢 是讲六根 六根啊 是指啊 眼耳鼻舌身意 这六个 那我们跟各位讲啊 六根是我们这里粗略的一种划分 其实呢 在整个法界中啊 所有的生命啊 不止这个六根 是我们现在大约来讲六根 可是我跟你讲不止六根 你看 我好像有跟各位举过例子 我们再举一遍 你有没有听人家说过 这个人啊 看人很准 看人啊 很准啊 我请问你那是哪一根 看人很准喔 那个看人喔 是哪一根 啊 是眼根吗 啊 是哪一根 我跟你讲 可能就第七根 有些人喔 对钱喔 有很敏锐的 感受力 有没有 对钱啊 钱不是人喔 他看钱就很厉害 他不是看钱很厉害 他说做这个可以 做那个可以 做这个可以 做那个可以 做那个可以 是一根喔 你知道吗 那股票啊 台面一展开啊 他说买这支 买那支 很厉害 买都跌停板 买都跌停板 他 没有什么线索 他只要一看就知道哪一个 哪一个 他哪一根啊 眼熬鼻舌生意哪一根 嗯 再跟人家谈一谈谈一谈 你喔 应该住在北方 你喔 要去做什么好 有没有 这是哪一根啊 你只能够说第六感 对不对 眼熬鼻舌生意以外 也有那个东西 那第六感里面爆发很多啊 反正啊 我把它统称为第七根 因为第七根里面有好多根 对不对 有很多根啊 因为那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规律的 你知道吗 要地震之前啊 那些动物有一种特别的能力会跑 对不对 要下大雨要淹水的时候啊 为什么白蚁都跑出来 他有什么能力 那是哪一根在起作用啊 对不对 你说喔 那鸽子飞上天眼睛很厉害 是他的眼根特别厉害 这个我们还可以扩大解释嘛 那狗的鼻子特别敏锐 对不对 你还可以从鼻子说 他鼻根特别厉害嘛 是吧 他可以这样讲啊 可是前面树的这些状况 你说是哪一根 你叫神通根 是吧 所以讲根啊 那讲四啊 事实上啊 他是不止六 不止六 同样的沉浸也不止六啊 对人 对钱 有没有 对于 乃至于说你这个人的方位啊 或者命运啊 为什么他能够 跟你谈几句看起下就知道 他有一种特别的能力 我们统称为特异功能 其实这些不是特异功能 他也不是特别训练出来的 好像天生就有一种那个的什么的 所以就第七根的部分 所以我们讲的运处界本身啊 他没有定量 所以佛经在这里啊 他不讲五运六处六界的这些东西 他只是这样带过去 那告诉我们 你在运 在处 在界 的这一类里头啊 你可以这样修 那么用这六个来做代表 我跟各位讲啊 你要弄清楚啊 为什么他要讲六啊 他必须讲一个具体的数字出来 否则啊 这个杀婆众生啊 他没有依据 他没有依据 他没有办法定 我们叫定向 没有办法定向 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定 这是第一个 就好像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要跟你讲 什么要多少钱 什么要多少钱 一样 叫你说自己发心啊 到底到最后弄到后来都没钱啊 他现在的社会已经告诉你 是一个货币经济时代 他必须讲金额 没有讲金额 众生无所 无所 措 其足啊 他手足无措 不知道要怎么办 你所以要有一个标准 给他依据 这个标准定下来 其实只是个标准 你没能力也无所谓 不是说一定要这样 你有能力多付一点 也不要紧啊 这个是我们佛门中的一个 一个基本标准 有一个价格 价格是因为这社会 需要一个标准给你 那你有能力你多付一点嘛 没能力也无所谓嘛 少一点或者不付也无所谓 你要留意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讲六根六畜 你注意啊 他只是一个标准 我常跟各位讲喔 你看像毛毛虫 这种动物喔 他六根不具足 你知道吗 他有没有眼根啊 你问毛毛虫说 现在天空什么颜色喔 他怎么打你 他会说是蓝色的吗 他是看他现在所在的位置 那个地方什么颜色 他在叶上啊 就说绿色 他要在白色瓷砖上啊 就是白色 他在红色的衣服上啊 就是红色 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有那个眼根 他只在他现前的那个地方 每一种动物啊 是不同的 不同的 不是说每一种动物六根都有 我们人也一样 有很多人不是六根具足的啊 有的人在某一部分特别敏感 有的人在某一部分就一点敏感也没有 他既然不敏感就等于没有嘛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根处界的这个部分喔 沉静的部分 他的存在跟运用 我们先懂得他整体的那种宏观魅 然后我们再来讲啊 个别的部分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